阿姨 怎么样 陛下的伤还有多久能治好 恐怕治不好了 冰大人 还能活多久 陛下活一天算一天 好 你先下去吧 是 看来下一任皇帝人选 义父要快些做决定了 陛下 神医为何也说您命不久矣 你觉得呢 神医也是第三人的人 帮您瞒着仇泽呀 那这第三人 第三人 还真的是神通广大了 是啊 现在 现如今只有一件事情 是臣想不通的 他为何要如此地大费周章 去做这些 不弄清楚的话 无论是输是赢 朕都不甘心 你确实应该恭喜我 我验证了光王就是右下 真正的幕后第三人 这局棋 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掌控 那你刚才跟光王他 远夕而已 我之所以同意 和承熙一起联手杀安王 就是要逼右下主动现身 我都有点糊涂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怀疑 右下就是光王的 远醒 远醒 从远醒说 挑唆之人是他的侄子开始 远醒会那么说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 他被右下收买 第二 他中了佛剑孝 你是从佛剑孝上 怀疑到光王的 是 佛剑孝能有第一盆 就能有第二盆 我还曾想过 光王也是右下的人 毕竟我们都亲眼见过 右下摘下面具的脸 那是替身 我又去查了一下光王的身世 发现两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 你知道光王在皇子里排行第几 是 十三 十三 右下的法号也是十三 那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承熙自称是齐虎之后 十三的姐姐 但献宗十八女 可没他这号人物 所以 承熙不是献宗的女儿 光王的生母正是 在侍奉献宗前 是镇海节度时齐青的事件 齐青谋反 被献宗皇帝杀了 而正是 则入了宫 生下了光王 承熙是光王同母一父的姐姐 没错 这就说得通吧 当我发现这两点 在联系了所有的事情后 答案便呼之欲出了 只是我始终不敢相信 光王就是真正的右下 直到前夜 承熙来找我 好久不见了 燕之姑娘 承上不 你真是镇定 看见我 居然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 你迟早 会回来找我的 我且问你 齐燕是否真的被石渊刺伤了 他还能活多久 承熙虽一心想要齐燕死 但更不想让安王登基 两相权横下 不如杀了安王 他觉得 你也要杀安王 是 最终 我不知元花 他不知甘草 我们一起 杀了安王 就这么埋了 神医说 必须赶紧埋 这毒 会传染的 走走 所以 安王他既是 他死了 从今世上再无此人 是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令解 我不知道 本打算 想让安王先登基 让仇子良放下戒备 而我给承若鱼的药方 也可暂时保住齐燕的性命 如此 埋了八年的那颗棋 就可以放心用了 可如今安王暴毙 舅子良恐怕不会中计了 若是你早些 与王若清相认就好了 是 是啊 太晚了 当年燕至营中受许 我还远远见过你 却没能把他认出来 不论如何 只要你与他相认 他一定愿意跟你一起联手 是吗 是吗 灭门之仇 不会因为我而消弭 信任 也不会在一夕之间建立 尤其是受过伤的人 就跟受过伤的动物一样 会格外警惕 防备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该守的 赵禄之变那天 我救了那么多人 却都都没有找到她 但你救了她妹妹呀 你打算何时告诉她 她的妹妹还活着 我不知道 此事一旦揭晓 鱼儿得知 她一心守护的陛下 竟是她的仇人 宝贝 来 怎么了 做噩梦了 姐姐 什么 我有一个姐姐 一个关系很亲密的姐姐 你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刚刚 梦见我坐在亭子里 跟姐姐吃樱桃碧螺 陛下 我小的时候 吃过韩岳将军家的碧螺 玉儿 你可知道 韩岳身为左金吾伟大将军 位高权重 能知道他亲手做的碧螺的人 那绝非寻常之辈 小孩能有如此殊荣的 更是寥寥无尽 那太好了 我要是按照这条线索查下去 是不是就能查到我自己的身世了 怎么了 陛下 您不为我高兴吗 不 朕还高兴 我明天去甲库偷偷看看 看能不能查到些什么 快睡吧 我们是 是的 您 您 您 四肢的家 土的祖 灭的门